让艺术进入社区打造典雅艺文空间 神钢西州社区发展协会 邀请在艺术生涯长达30年的白袖丑老师 展出约16幅以花鸟为主题的水墨画作 在细腻的笔触之下 让人感受到充满暖意的人情味 藉由大自然的特性 比喻地方社区的人情温暖 老师也希望将这幸福喜悦的氛围 传递给观赏者 两只鹦鹉停在枝头上相互对抗 像在谈恋爱一般 神钢西州社区发展协会 邀请钻研艺术近30年的白袖丑老师 展出约16幅以花鸟为主题的水墨画作 为社区打造典雅的艺文空间 他之前就在规划了 然后到去年 去年有我们那个石雕班 有个黄晋起 他也是石头艺世家 然后他就出面 来协助我们社区 把这个艺术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这也是全国第一个社区来举办艺术家进入这个社区的 我们要常态性的 就是说我们三个月一个档期 连续就是有不同的那种艺术进入到我们社区来 让我们社区然后配合老师的这个解说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样子 白袖丑老师表示展出的作品分为水墨公笔以及血液两项 以细腻的笔触配上淡雅的色彩 营造充满暖意的人情味 像是这幅名为河间叙旧的画作 将自己与丈夫在城间的荷花池谈话的情景 以白鲁丝做替代比喻两人间谍情深的感情 用画艺术这样画面来就可以表达到 我们平常所看到观察到的这些鸟类啊鱼啊小啊花啊 他们就随时就可以表现在原来画也可以这样表现 不是只有坐在家里看到的鸟鱼这样而已 觉得不错啦 应该会比较有一种文化气息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没有那个时间可以画画 都没有那个机会啦 现在老了就来学这个大家都很高兴 通过展览除了提升社区艺文含耀外 各位社区增填特色 希望借由艺术家进驻社区带动地方人文素养与艺术气息 展出期间到3月31号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季酒铺培飞台中采访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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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